总额950亿美元的美国圆外法案 几经波折后终于在参议院闯关成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隔空道谢 但是法案未来还有变数 因为下一关将送往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 而众议院议长强声早就暗示 不会把案子排进议程 拜登政府是在2023年10月提出这项原外法案 其中除了给乌克兰的600亿美元 以色列的141亿美元 还有48.3亿美元援助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 但是共和党不满执政当局的边界政策 持续杯葛 尤其前总统川普公开反对 甚至鼓励俄罗斯攻击未履行财政义务的 北约成员引发哗然 拜登对此不客气批评 堂堂美国前总统尽向独裁者低头 眼见俄乌战争就要满两周年 乌国弹药即将用尽 法案的命运 外界高度关注 明镜室里面总报道 前总统川普会 沙子 前总统川普